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天,上行的张氏族人们吃惊地得到消息,他们位于白沙镇西洋村李屋背头大岗亭上的祖墓,被人倒决了。 这座祖墓,新建于南宋时期,距今有八百多年,占地906平方米,其墓主是被誉为宁江始祖的彰化孙。 如今八百多年过去了,他的子孙遍布海内外,而对于他的祭祀也是经年不断。 那么,是谁居然明知故犯地对张氏的祖宗如此不尽,做出人神供奉的恶行呢?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都尚未得知。 然而,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体积太来,这次不幸的事件,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个人,一千多万的子孙,他不是陆敏始祖,却缘合成为张氏一孙的大氏祖。 请您继续收看《荧江始祖》张化孙。 张氏祖宗被盗绝的消息,在张氏后遗中传递,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遍布海内外。 祖墓是中国人寄托对先祖思念的凭借。 原始时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 古人认为,到坟墓祭祀,离祖先最近,祖先神听得最清楚。 礼记《谭公下记载》,孔子出外游睡时, 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斩墓而入。 因此,祖墓可以说是中国人宗族观念的核心。 祖墓一旦有所损毁盗绝,对其子孙后代而言,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于是,张氏祖墓的重新修缮,就成为了当年张氏一族眼前之士。 修缮资金的墓集,是面对海内外所有的彰化孙后裔。 在众多子孙后裔的踊跃捐献下,祖墓筹集资金的过程十分的顺利。 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张氏祖墓就修缮一新。 捐献的过程中,张化孙研究会借此良机,对海内外的张化孙后裔进行了第一次统计。 而统计的结果,竟然是让人吃惊的一千多万,占了海内外张性人口只十分之一。 通过他这个被盗呢,我们发信各地的中心,促进了中心的团结。 过程是重的联系,他一个人一个人来记住,父不了解,因为八百多年了。 通过这次联系呢,重的有联系,横的也有联系了。 一千多万子生呢,更加团结,更加思念祖宗,更加怀念这个, 家乡。 据张氏祖父记载,张氏始祖是皇帝第五子徽,为公正之官,他创制出最早的公师。 公正官,亦称公长,后世就以官名二字合一,为之为张。 至此之后,张性以其人口之众,波居地区之广,历代名人之多,成为了有口皆碑的泱泱大姓。 张化孙是张氏入敏始祖,张端的五世孙,张端则是唐韶州别驾张军政的二十二代孙,张九龄的第十八代孙。 张家原居附陕西省宝基市梅县镇,于北宋重合年间,迁入福建廷州府宁化县石壁,在历史上,士族南迁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1202年,张化孙从宁化石壁,迁居上航北乡,当时的上航,地处亭江中游的黄金水段。 他与唐大历四年设厂,宋纯化五年,生产为限。 由于上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理环境良好,加上中原移民,衣冠难动,给上航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厅州府致称,上航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十多即美。 宁化当时的地窄人口,地方比较小窄,人口也比较多,而上航的开发相对比较迟一点,比较慢一点。 而且上航的山船秀密,民风深破,所以上航会成为客家众多新史的发相地,也就是这个地,原因是地理环境比较好,民风比较深破。 好像李氏啊,张氏啊,秋氏啊,山氏啊,山氏这个客家众多新史,都是在上航定级以后来,拨迁到闽南,越东,南河,早住。 张化尊迁居上航时,上航至县已有二百一十余年,县制迁之郭芳也已将近四十年。 至此,张氏族人在上航绵延生息,但是上航却并不是他们前进的终点。 张化尊家族起源于上航,却跨出了上航,跨出福建,而且跨出了中国,形成了一个跨越海内外的庞大的家族网。 据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修的张氏族谱记载,张化尊娶了臣缺两位夫人,生有十八个儿子,一百零八位孙子,正应了《渝公遗山》里面说的子子孙孙无穷愧也。 十八子孙当时继外迁十六人,迁王帝除本县外,有青榴,张州,福州,还有广东梅县,大浦,潮州,甚至远迁安徽徽州。 而当时留在父母身边的第四子祥云 第十七子李云 他们的第二代也开始外迁 如今张化孙一孙的足迹 已遍及闽南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朝鲜平原 香港 台湾和东南亚等地 达千万之重 形成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庞大的家族网络 这是一个个有着历史考证的名人宗符 这是一个个族群共同的文化记忆符号 展示词堂文化历史风采 追溯福建名人根脉事迹 敬请关注系列专题篇八名词堂 然而从历史上看来 张化孙不是入名第一师祖 他却缘和成为波迁四海张氏一孙的大师祖 这是多少后人对这位传奇人物心中的一个大问号 这位子孙满堂的张化孙 从小就是一位天资聪慧 敏而好学之人 据说三四岁则能吟诗作对 读书过目不忘 走上仕途后 张化孙一直从贡生到赐进士 在之告授中献大夫 后来更是坐目听舟 成为一舟之掌 在宋元交替风云变幻之际 张化孙爱国爱乡 连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也为他做相赞 宫之风采 宫之风采 气宇宣昂 宫之品行 正直端庄 诗书博览 忠孝名扬 坐目听舟 何俊群离 瞻得泽 开机行义 一门父子慕恩光 转修祖谱 报本不忘 忠灵玉秀 贵心蓝芳 绵绵适得 长发奇祥 由此可见 其人高尚的品德和豁达的人生哲学 在能行思想报复之时 便挤身仕途 任听舟目 在无力回天之时 便归影山林 即使是山乡小民地位 也热心公义 造福丧子 正可谓是 顺境时已儒家 逆境时已道家 儒道间计 杂以百家 随而成 智世乱世人生之楷薄矣 难得可贵的是 张化尊不但自己诗书博览 忠孝名扬 更是智家有方 他十分重视 做好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工作 通过多种形式 鼓励后人 以上祖为榜样 自强自立 开拓创业 据说 张化尊为了教育子孙后代 做永用之人 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 他曾经留下被称为 外巴具的遗训师 和如今被称为 内巴具的辈分师 这内巴具和外巴具 张化尊后裔 均将其当作座右鸣 世代相传 成为检验张化尊后裔 是正宗的或冒牌的 世青石 对于大副阶级而言 张化尊无疑是比较开明的 而且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 他一方面 恪守孔孟之道 保持中原古风 提倡读书 重文尚武 走读书做官的道路 另一方面 又根据社会的发展 家族的发展 吸收新的思想 市农工商并重 并定在家规之中 在十条家规的第二条明确写上 市农工商各职企业 改变了客家鲜明中 比较普遍存在的 青商骨 不善经营的思想 这不但大大开拓了 张化尊 一孙生存发展空间 而且改变了他们 营生理念 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可以说是 一个思想上的突破和进步 再一个看出思想解放的先虚者 刚才只是说到的 那封建时代呢 就是说 父母在不远游 他就更完整地理解这个论语 论语背后还有一句 游必有方 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他就在游必有方 这句上做文章 不是一概的不能游 但是游到游方 他的方什么呢 就是提高子孙的数字 定了家规 叫他按照这个家规来做 一个人 一千多万的子孙 他不是路鸣始祖 却缘合成为张氏一孙的大士祖 请您继续收看 银江始祖 张化孙 在我们今天看来 八百年前的张化孙 就通过种种形式 把自己的人生信仰 对子孙要求 进行了规范 这样形成了特殊的家族文化 其他性系 虽然亦有类似形式的规定 但没有如此完美 感召力也就不同了 有了这种特殊的家族文化 便及天下张氏后裔之间 或许相隔万里 但是宗族的血缘祭绊 依旧牵连 上行 古称银江 在一千多万的张氏后裔看来 张化孙 这位缔造这样传奇的老祖族 当然无畏于 银江始祖的这个称号 所以这种现象 历史学家 普及学者 称为这种 一种奇特的现象 叫做张化人现象 那为什么要研究张化人现象呢 这里面很多学问 优身学 地理学 各种学问都有 所以通过这个研究 这个现象 把它总结提高 来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 这个就是 作为张化人是客家人 不仅提高张化人后裔的素质 也提高客家人的素质 提高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 认为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如今 张氏子孙后裔的往来 密切了许多 在上行 张氏子孙先后成立了 张化孙宗亲会 张化孙文化研究会 张化孙文化中心筹建处 并在张化孙纪念馆中 开设了展览厅 每五年举行一次 张化孙后裔肯亲会 而位于 闽西上行白沙镇西洋村 礼屋背头大平岗上的 这座 成金盘载珠 自然造型古墓 在经历八百年风雨 和人世变迁之后 也已然承受了太多的时光轻视 墓地两侧 象征着张化孙十八个子词的华表 仿佛沾满了历史中 经久不散的烟尘 然而 在我们看来 他那种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 族权思想 升华成为了一个家族内部 教育子孙的训诫的 深厚内涵 就必然使之永垂不朽 每年春秋两季 从四面八方 回归上行祭祖的子孙后裔 络绎不绝 对于始祖 他们有着深深的免负怀祥之心 他们知道 不管飘到哪里 这里始终是自己的分野 也或许 他们正是从这里得到了那种 出人头地和感为人间的家族文化 才酝酿产生了数不尽的历代名人 和还在奋斗中的子子孙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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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